我是来自KL的惠宇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没有什么生病 但是95年的时候很不幸 我一直出入医院 然后在3月的时候我就去医院割盲肠 割了过后 一直到 割了盲肠过后 我的病痛就一直来 其实不是什么大病 只是发烧啊 发烧啊那种 然后过后一直到了发烧很严重 就进了医院看 然后他就以为我是骨痛热症 但是看到一个星期都没有好过 一个星期过后他又给我出院 过后我也是一路有发烧 但是我没有进医院看了 我只是去医院看 那时候医生就发觉到 咽血过后就发觉到我的白血球过多 他就怀疑我可能是血癌 又建议我再进医院咯 然后医院check out也是咯 然后医院才可以抽到嘛 抽不到也是出院咯 过后我就上课也没有精神 很累很疲倦 头发一直掉咯 然后刷牙的时候流牙血 然后时常睡到半夜是流避血 一直流 很严重的吗 他流了你躺着他都会流出来哦 那时候我就很怕咯 那时候很怕真的很怕 因为我想到我又没有生 我又没有什么大病哦 连伤风感冒也很少的 所以就一直想 是什么事情咯 然后开始关节痛咯 关节痛 然后有一次脸上就出红斑 我就很怕咯 然后我母亲就带我去皮肤 皮肤砖科看咯 看老公 其实那医生是他 他是有建议我们 他讲 其实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们可以拿 我可以帮你们抽血 拿去新加坡院 但是他讲 费用很贵咯 我怕你们负担不起咯 大概多少钱 他没有讲 他讲你们一定是 我想他可能是已经知道了 有这个红斑狼藏咯 他没有告诉我们咯 然后我就查他的药 也是查好了咯 然后也没有理了咯 过后一直到 真的是 每次上课都是 就是一路趴在桌子那边睡觉 然后头发越掉越多 然后班上的同学问我 什么事情咯 然后到了 在家里 我母亲帮我扫地 他一翻开我枕头 全部是头发 他就 一摸就会脱的 可以啊这样 洗头的话 是那个 整个那个洞啊 盖满头发咯 是没有试过这样的咯 那时候 因为我读读中嘛 头发也不会很长嘛 最多到耳垂下面罢了咯 我没有想到会脱到这样多咯 最后 也是 脚开始肿咯 我母亲 我母亲和父亲咯 就 怕是肾病 也带我去看肿仪咯 一个 在KL那边的 专门看肾脏壳的 吃了他的药 也没有好过 过后 到了真的很严重 我已经不能走了 我的学校老师就跟我说 不如进医院 查咯 他叫我进中央医院 但是我怕 我讲我不要进政府医院 然后他就建议我进私人医院咯 那时候我就进 童山医院 童山医院 在童山医院 我住了 一个星期过后 他们才check到我是 红斑囊厂 一个星期过程才知道吗 住了一个星期 因为那里没有专科嘛 然后他们就一直给我四个肿药咯 四个肿药吃到我真的 那时候我已经很严重了 脚肿 然后肺积水 然后心也肿了咯 过后再不能呼吸 我就要住了ICU一晚咯 过后第二天 他们就check到是红斑囊厂咯 就立刻做ambulance 去马大医院咯 然后马大医院 也是跟我做详细的 咽血啊 咽尿那种咯 发觉真的是红斑囊厂咯 那时候在马大医院 跟我住同一个watt的 原来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 跟我患上一样的病咯 因为那个整个watt 全部是红斑囊厂的 那每watt的 一个watt 那时候很多 十多二十个咯 年纪呢 年纪啊 各种年纪也有咯 像我这样年轻 十八岁那时候 也有三四多岁 男孩子也有咯 不过是少数咯 可能十个里面只有一个是咯 过后我在那边 直接在那边住院了咯 他们就做各种test咯 做各种test 过后给我吃那种 呃 真是建议我父亲 建议他们给我做洗洗血 肾脏洗血 他们讲要洗咯 洗了才可以看情况会不会有好转咯 但是我家人一听到要洗肾啊 真的是很怕咯 他讲会不会要洗一四人啊 因为那时候我才十八岁咯 过后医生就 他们就一直讨论咯 那时候我也真的是没有什么精神跟他们一起参与 跟他们一起讨论咯 所以只是我家人跟医生讨论咯 过后他们就给我 给我洗咯 插这里咯 那时候插那个管咯 插插 真的洗 洗了两次 就有好转了 就有好转了 这样我不用洗那种水的咯 只是洗他的血罢了咯 洗了两次好了 过后我再继续吃药咯 但是是我做了几次的 从那个肾脏的细胞出来 验的话是他讲 还是很active啦 他里面的那种坏的细胞 所以他就建议我做一种化疗 要连续做咯 95年到98年 我总共做了16次咯 每一次做 他是一直整罢了的 其实 不过又不能直接打 打进我们的血液咯 他是打进那个葡萄糖水里面 然后我们就掉水咯 然后我早上每一个月去吃咯 那时候我是早上七八点就要去到医院咯 然后淹血咯 然后要等报告咯 看医生咯 然后等到一点才开始打那个针咯 那针要等他掉完那个葡萄糖水 要五六个小时咯 然后一搞就是搞一整天咯 到六点咯 然后六点回到家 回到家过后是一两个小时 就是就开始呕咯咯 呕咯到第二天 要呕一天咯 所以整个晚上我是不用睡咯 什么东西也不用吃咯 你化疗症咯 你化疗跟吃药会有什么护育症啊 脸会肿咯 会肿啊 胃口会很好咯 这样啊 胃口会很好 脸会肿 呃 是这样咯 但是 你化疗就掉头发了 化疗过后 化疗了16次过后 我就开始掉头发了 那时候我已经有回学校上课了 那时候刚好 幸亏是上完整个高三的 高三过后 毕业过后 我要去上college之前 就是我就开始掉头发了 掉到掉到广了 真的我那时候还要庆祝21岁生日咯 我幸亏 没有人会嫌弃我咯 还有我的朋友 全部都来跟我一起庆祝 就像那时候你的心情是这样 我那时候心情真的是 其实很矛盾咯 因为要我 因为我一路来 也算是很爱美的人咯 不过要我光着头发 戴着一个帽子 脸色又不是很好 一个整个病人这样 这样完全不亲戚朋友啊 好朋友啊 全部一起来跟我庆祝生日咯 那时候 真的很 很感谢我的家人咯 其实 那你有亲戚这样 嗯 然后你想接触到艾康产品 到了 其实在 98年的时候是 已经有人要介绍 艾康的蓝枣给我吃 那时候他是跟我父亲讲 然后我父亲就 应酬他买一罐咯 不过没有叫我吃咯 因为他可能没有正式跟我谈过咯 没有到 放在那边咯 等到他 他也没有人吃咯 够到了 也是在同一年 98年的时候 也是有朋友介绍咯 那时候我也是没有接收咯 够到2001年是我在我 阿Sam的家咯 阿Sam的姐姐的家 文莉的家 那时候秀芬在那边嘛 他帮文莉 叫文莉讲flipchart嘛 那时候我们去到咯 然后他讲 这样好咯 有一个机会给文莉学习 学习讲flipchart咯 然后我们就停咯 跳过后分享构思 分享 蓝枣过后 分享艾康的分子讲任意学 我就了解到 可能我需要这种 这种保健产品 因为一路来家里的人 和我都没有这种保健理念 所以接受到艾康 我觉得好像 做之前遇到的两个人 都没有跟我讲过这种东西 只叫你吃了好的 以为他们吃卖产品吧 吃了 那时候阿Sam就买了 一罐一千粒的蓝枣 那时候我只是吃蓝枣 一开始 第一个星期只吃九粒吧 过后在家咯 一天吃十五粒 大概一个月 在那个同一个月里面 也有阿Sam有去到我家咯 跟我父亲分享的熬水机咯 因为那个熬水很纯净嘛 可以因为我有洗过肾嘛 所以可以可能帮到我咯 喝干净的水咯 过后我父亲也很乐意咯 还安装了一架熬水机咯 我只是那时候 二千零一年 我只是吃蓝枣 鱼油 还有RO水罢了咯 这三种产品 在一两个月里面 就是我的在医院的药 是从三种的药 它一直在剪 剪到一种咯 女生这样也不用吃太多了吗 因为她一直看我的报告 一直有好转 多久看一次报告 那时候是每一个月一次咯 到了90 98年到2001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每一个月要看一次咯 够吃了蓝枣过后 然后我的报告越来越好咯 咽血报告全部都很好咯 很正常咯 然后医生就建议我三个月来一次咯 三个月去看一次咯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是六个月到九个月才去看一次咯 所以医生看到你的报告这一两年来你都很好咯 而且我那个Planet Salon那些 也是没有吃了咯 一年了咯 哇 没有吃Planet Salon了吗 没有吃了 医生讲很少会会遇到这样的咯 这样没有吃药过后还可以保持这样好咯 接下来她是看什么东西的 她在美方看你的什么血压还是看什么的 因为我SLE那时候是影响到我的肾嘛 所以我现在是看肾脏壳咯 哦哦哦 因为怕如果你排尿的时候 有泡沫啊有蛋白质啊那种 就是证明你的肾功能不好咯 可能怕那个病会再回来咯 哦 你说你的那蛋白 normal 啊 normal 瓶 然后现在目前的美国都很好咯 自从你看阿洛水南早 现在在吃什么咯 现在在在讲IG6咯 因为我知道IG6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好咯 因为这个同伴郎上试试 其实是关于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咯 是调料咯 所以才会攻击到我们的内脏那些咯 你怎样吃现在 现在我蓝早我一天是吃三十粒咯 有时吃多我也不懂咯 因为想吃就吃 鱼有两粒咯 早一粒晚一粒咯 IG6也是早上两粒晚上两粒咯 所以目前的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目前的情况很好咯 医生我昨天才去马达check up罢了 然后医生讲很好咯 他讲真的 是个奇迹啊 他讲要继续这样下去咯 但是我没有跟他讲我有吃别的产品啦 最后你要讲你有什么想给鼓励的话 其实我母亲一路来都不不希望我这样这个病跟人家分讲咯 因为他怕人家会看不起我咯 但是我觉得是如果我不讲的话 是有很多明明知道有病的人啊 他们都不要去看医生啊 不要去医 就像我这样一直拖咯 一直拖到严重脚不能走的时候 是是肿到不能走我才去看医生咯 其实是很吃了 如果我早一点去的话 是我可能就不用洗那两次身咯 很辛苦咯 躺在那边因为擦这个 他我忘记了他没有打麻 就是他叫我忍一下擦下去 一个喉一个管一样的 你又不能动咯 又不能睡这边 总之很辛苦咯 那个 然后做化疗咯 呕到半死了 黄胆水都呕完出来 真的很辛苦 整一天呕一天咯 所以我希望 不管是有病还是没有病的朋友都好咯 对现在要对这个 保健咯 要有一个意识咯 要知道怎样去 怎样怎样去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咯 不管你是年轻也好啊 老也好咯 谢谢